女鬼啊女鬼 告訴我 是誰看完視頻沒有 啊吃 咦 色鬼 啊吃 這遊戲錄得慢真是遭罪 一開始有民間漢話 然後遊戲更新不能用了 然後出了第二版民間漢話 剛錄一期遊戲又更新了 然後還說要抗疫情 所以摸了 跟著製作組摸了這麼久 現在終於有官方漢話 是吧 還是有幾個字不認識 右邊這兩行字是說 新功能還是要等下個補丁才能有 之前1.12和1.13的更新補丁倒是有說 他們搞了點NPC的新劇情 把前面的部分玩了一遍 發現大變化沒有 主要說多了這麼一條奇怪的對話小支線 人家只不過帶了本色情雜誌啊 憑什麼他的名字要被取成性變態學生啊 然後第二次去就稍微有點明白了 這裡人物外星好像會隨機變化 帶人還是這兩個人 帶本色情雜誌也看不到開除 不知道為什麼更新之後加了這麼一條女裝大佬的支線 這遊戲真的不能錄太快 這製作組更新不按套路來的 就是看不出來見是女裝大佬 不過別想太多 哪怕是女裝大佬這遊戲也是不做下半身建模的 啊吃 之前我說遊戲bug多我反倒喜歡 因為可以整活 這一次就不一樣了 嗯 一定四季不穿襪子 這次更新之後啊他多了個bug 遊戲玩一會會散退 搞的路都沒辦法好好錄了 這個真沒法整 還有一個我一個多元前就注意到的bug 還是沒有修復 就這一位 書看沒什麼 細看就能發現這個人的語重不同 手上跟得了白頂峰一樣 背身還長了個流 然後最特別的一點是 他臉上的名貌可以破壁而出 第一次遇見真是不知道這個東南亞克勞德是怎麼回事 後來發現他這衣服好像是我們學校門位老大爺的 甚至他身穿這個流子也是我們學校門位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這個人會出現模型重疊 你們倆隔著增加美猴王呢 來到琳達他家後邊 這第三章還有一個支線 這段是做的不錯 還有點恐怖氛圍的一個支線 他們在講學校裡有幽靈女孩的傳言 他們學校鬧鬼是一直可以的 琳達在這個學校殺鬼殺了三個章節還沒殺完 什麼今晚你們去捉鬼 這裡有專業的 這個冰冰就是信了 讓我琳達來 驅鬼可是我的財富密碼 各位你們直接說這個驅鬼 你們想要驅的有效率一點還是 有娛樂效果一點 啊 啊 不讓晚自習的學校 竟然還有人覺得恐怖 已經警告過他們了 啊 就二班那個每次都沒有洗戰機的精神病女孩啊 這 這是我還沒上你們就開團了 還開完就跑等等我 什麼情況 怎麼不見了 再來一遍 你們要跑就跑 你們不要跑這麼整齊啊 這次跟他們一起跑 看看會怎麼 一個個連敵人都沒看見就把閃線交了 說好的五排開黑 這就跑了三個 算了 可剛才那位兄弟雙排好了 哎老弟 我需要個斧 竟然全跑了 這真是一群 後浪 我看出來了 這裡就我不會飛雷神 得 本以為是來玩第五殺雞 結果這次看我戰力太高把其他幾個人都搬掉了 這裡有支線提示 血色愛情故事 要我們去看那個精神病女孩 就二班那個 這邊這邊 知道為什麼我穿紅衣服嗎 就是為了萬一打不過 好用利鬼狀態繼續和鬼幹 媽呀這個髮型 這鬼的頭髮要是會變顏色 我估計就打不過了 光從髮型就可以看出來 戰鬥力估計有點強 唉果然這地方只有我不會空間忍數 哼 官方漢話 官方批話 上面刻的好像是 我是小雨 不對 刻了兩個名字 上面好像刻了RWBY之類的 看不清下面的好人 下面的好人 ASIH 不過中間的愛情 為什麼畫得像頓斧一樣 嗯 關燈 看對面 似乎有什麼東西在閃 哦 從這邊看 有一種晚上在宿舍查寢的感覺 而且仔細聽 好像還傳來的咚咚咚的聲音 看出來了吧 對不是有鬼 那就是有鬼 從閃爍的燈光判斷 看的東西應該還挺刺激的 這種情況啊 可以用哈里波特的主題曲來概括 Hallelujah Hallelujah 到了 讓我看看是誰 哼 從外面看還以為他直接腦僵炸裂了 他在這又刻了一個 不愧是帶磚人 帶磚魂 帶磚都是人上人 還刻這麼高的位置 把一鏡頭移上去看看他的臉 可惡 我 真不是故意的 難道恐怖遊戲搞黃色才是我真正的特色 好現在可以拍了 怎麼回事 怎麼拍一下就軟了 哎呦 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能閃現就我不能閃嗎 因為他們讓我當打野 我忘了 這什麼武器來著 是這麼一個造型的 撿到一封破情書 筆記展現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人 在我們窗外來見我 雖然有點積翻 但大致知道什麼意思 兩個人應該是在窗邊約會的 不過學校窗戶這麼多 他說的是哪一扇呢 要找也不是那麼難找 因為 這女鬼假氣化型的 看他身上飄出的香氣還是很好找的 可以選擇在外面拍 或者 妹妹別哭了 他覺得不合適也沒辦法呀 就你這髮型 你找個打遊戲王的多好啊 拿的還是美攻刀 懷疑是個病驕 在外面拍不勇敢 裡面拍才勇敢 原來長這 這就飛雷神啊 這裡他移動速度超快 而且被攻擊之後就會閃現 雷刃傷應該是會刷到你的身後 還知道開門的 其他鬼直接穿牆 他之前還知道開門 不簡單 室內打起來真的不合適 要打還是去外面打 這門怎麼推不動 厲害 他竟然還知道堵門的 上次打醫院那關的時候 我就是用門堵了鬼 這次竟然鬼來堵我了 這就是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吧 真是有夠恐怖的 直接在這個旗缸旁邊繞就行了 直接跟他來個二人轉 他的移動速度比較快 只要在他近身之前拍一下 消失之後應該還是會從視角外 如果提前拍不到的話 就在攻擊之後再拍 他衝刺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需要休息一下 老敘日帝國的工程師了 我拍照技術有那麼好嗎 還隔著回味一下的 驅完鬼直接長按Q 就可以看鬼拜科了 這鬼的名字叫做主里格阿姆克 會以瘋狂和憤怒的方式 攻擊打擾他的人 那不應該叫主里格阿姆克 也應該叫主里格滾出客 別人知道為什麼他們表現如此激進 被打擾然後回擊不是鬼魂的基本操作嗎 推測是因為有人因不潔而死 這個不潔是因為不洗澡還是什麼意思啊 我看這鬼還會狡氣化型呢 注意我替他的狡氣可不是隨便說說的 在地上留下他的痕跡之後還久久沒有消退 姐姐你鞋子急碼了 你一個大腳拇指頂了琳達五個腳趾 可以看到這個痕跡 似乎又回到了夢開始的地方 二年A班 二年A班不就是琳達教室嗎 而且他們秀恩愛那張桌子就是琳達的桌子 每次考試卷子就因為這個東西破掉很煩人啊 誒不是你忍殺過了嗎 鬼焰相機 嗯 遊里魔水有掉落傷害嗎 還處在這不走 原來是要我撿個東西 哦這個角度 是你嗎 媽的啦 嗯是什麼東西讓他這麼在意 這個角度真相 咦 這裡更新之後多了一段總結的話 然後不需要自己穿越回去了 繼續玩了之後就會送你回去 女鬼一直指的是這張獵人的照片 阿西和倫迪的照片 就是之前桌子上刻的兩個名字 自殺現場找到的 已有數十年歷史 它背後可能是一個悲慘的愛情故事 問題這個悲慘愛情故事到底是什麼事啊 就講了個結果 起因經過都沒講 還也許以後會知道的 事情還沒弄清就回家休息了 懶狗啊 其實 剛才有一個細節 不知道大家發現沒有 一個多次在你眼前展示過 既明顯 又不容易引起注意的 細節 仔細回想一下 這個細節 一共出現了三次 前兩次都放在了很明顯的地方 而第三次 放在了你的眼皮底下 沒錯 這個支線最核心的部分 既不是得到的道具 也不是獲得的成就 它僅僅是 學校中一張不起眼的貼圖 這真是 《夢回甜蜜之家2》 床頭的那根釘子 之中隱藏不帶任何收集要求和成就 但是發現後的成就感 是超越所有成就和收集要素的 哼 我們學校鬧鬼一直可以的 受女裝大佬的劇情 不知道後面還有沒有後續 難道製作組究竟涨粉到百萬了 搞這麼一段 好 回來之後 我們來看看由艾斯這個名字串聯起來的關鍵 它到底說了什麼 這上面不是英語 是印度尼西亞語 是原來翻譯翻譯 用翻譯軟件試了一下 好像大標題是說紀念阿瓦娜5號 或者阿瓦娜5號紀念 阿瓦娜5號是這個學校 然後第二行翻譯出來是可憐的病人 下面1987到對山那個照片有幾十年歷史 但這個事還是沒說清啊 然後這個貼圖又很糊 下面的小子根本就看不清 難不知還得拆包 做個資訊而已啊 不又還要學印语語和拆包吧 反正這個資訊算是告一段落了 能把隱藏劇情放在分辨率不高的貼圖裡面 也算是有點想法 可惜成也貼圖半也貼圖 不知道這個分辨率低是故意的 還是兩個部門之間沒協調好 還是那句話繼續等更新 考得差怎麼了 帶專人帶專魂 專身本玩人上人 都是累 話說因為有更新前的存檔 意外卡進了這個支線副本的開啟之前 有幸能看一下這跑路的幾位的樣子 竟然還都長得不一樣耶 理論上是對玩話才會開始 順便去看一下女鬼在不在 還真在耶 不要再畫我桌子了 你知道每次私卷發下來我有多難嗎 你畫吧你畫吧 到時候我在下面再刻個名字 回了好幾月的家終於回來了 姬妹這個衣服有點破 還破的不是地方 她這裡說關於之前的事 說的是她想搬走 她覺得包租婆的租金太貴了 而且地方還小啊 問我怎麼看 當時琳達沒有說話 為什麼要把視角轉到這裡 哎呀 這不是我最喜歡的小電視嗎 怎麼壞了 怎麼可以這樣 這是我最喜歡的小電視啊 沒有了我還怎麼活 上二樓再來回憶一下 當初室友說想搬走 然後琳達往後一看 想到包租婆對她的恩情 她就沒有把二樓做了個鬼 告訴她室友 這個二十年老弟夫林還挺有趣的 她真就一個鬼在你面前跟你說 我感覺不對勁 這房子裡有鬼 琳達張常表示 這就是東南亞的冷笑話 真是有夠好笑的 啊 困高 這鬼壓床是壓到了我感動東南亞十大驅鬼青年身上了 這不就跟投注撞到了網易的公司一樣嗎 這不正好嗎 琳達 史詩級皮膚 哎呦 這琳達醒得比她的家具還快 今天這一覺睡出問題來了 不但夢到自己好像破滿了一樣 這四周還發出很詭異的笑聲 什麼叫這麼黑啊 大半夜你不開燈單黑了 還停電了你看外面 有沒有停啊 有沒有停 你自己夜忙 還怪我們小區電力系統 第三幕鏡子 話說這個章節的符號還有點奇怪 出來之後發現 寶祝婆竟然詭異的睡著了 其他都沒什麼了 只能往外走 哎呀 正是二樓那個地覆靈造反了 我好心好意收留他 沒想到他這麼不要臉 可以在這四周逛一逛 發現自由都變得不對勁了 這好好的人不走路竟然爬 哎 兔兔你怎麼不爬了 你快點爬呀 不行 我這一爬他怕死能摔個癱瘓呢 得 下半身沒了 嗯 把包出婆的手拿過來 然後在他身上按個印子 他就去往上走 還有室友中邪中 你可這練九英白骨爪呢 然後再去老地覆靈那邊看看 我在外面驅滾名聲這麼好 都沒操作他 他竟然造反了 好了 最後一位室友就在這裡 好像更新之後也有改過 出現的時間似乎變慢了 不過多等一會兒 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 才有內偶爾也對 慢慢等急得可以開二倍數 哎呦 這眼睛真的很我愛中國似的 財富密碼 關閉 好在這樓可以發現 剛才擋在門口那些 生的鬼毛都不見了 那外面亮的燈是電瓶車的 錯怪鈴鐺 好你個哭其拉娜 今天跟你N段一絕 哎 鬼呢 哎呦 剛才那個鬼影 原來只是他看在往日交情上 讓我一招 現在動真格了 還真有點難打 我只有舉手機才能看到他 但覺得手機又進場已經近身了 他還會躲 他還會穿牆 這大概就是主場優勢吧 這只能盡量找寬闊一點點的地方 其實手機只是能讓你看到 本身他是一直存在的 只要撞到就會受傷 不過好在他還是講點幾妹情分的 也可以撞很多下都死不了 可以慢慢研究打法 原來主要就是先跑幹然後再造 掌握好距離就沒問題了 注意不要跑到太狹窄的地方 他穿牆了 他看得到你 你看不到他 你笑起來真好看 狗再穿 狗再穿 原本是邊穿牆啊 這位置是製作主流給我們最後的仁慈 你笑起來真好看 像粉頭的花一樣 他會翻滾還被精力調太過分了 欸 什麼叫預判啊 知道他會穿牆 就往左靠點逼出來 我發現這似乎需要用一點數學上的辦法 這鬼會一直靠近我 那我就盡量跑得遠一點 那他大概就就會在我 後面 這絕對有哪個聰明的家伙 用他的名字來命名這種現象 好了這也算數學驅鬼了 解鎖新的鬼百科 哭泣喇喇 皮膚長白 烏黑長髮 鋒利指甲 尖銳賞鷹 見過的人都說 這是這種鬼魂的特征 這是你們老婆喜歡找出來的特征 因為死於分娩 所以有綁架小孩的習慣 那林大家這隻怎麼就賴著不走了呢 那是因為我們這老齡化社會 他沒業務 不對應該是不夠分的 一月那便小孩多吧 他為什麼不去啊 他們鬼多 不愧是小龍女啊 真龍護體啊 就他沒事 嗯 有人模仿我的臉 有人模仿我的面 但你模仿不了我的老壇酸菜大年壇 文明一點 妹妹你的cosplay的不像啊 我的愛瑞斯鳳X都買不起 而且他的嘴角 再看琳達的 老娘天生一副死麻臉 哪像你 妖孽特有半笑 驅鬼這麼嚴肅的事 你要我一直笑嗎 我反正是笑不出來 怎麼腦袋還扭成這樣的 你這cosplay有點像血本呢 哎 我看出來了 你這頭髮戴了頭套 哼 某些方面倒是勢均力低 哎 你吊均卡脖子裡去了 再見了 模仿多年的報告 啊 太遠了 雖然是去鬼 但能不能找個好點的角度 啊哈 現出真身了吧 破滿了我 哎 你搶我手機幹嘛 你們都沒有手機嗎 哎呦 這不是那個嗎 就那個 就那個 一代的幼年惡鬼 然後醫院裡也出現過 所以竟然還能出來留一圈 哎 等一下 我手機不是被他搶走了嗎 那我現在用的這是什麼 這才叫鬼故事 好的 這期先到這裡 求關注影筆相交轉發點贊收藏 謝謝 13年過5000 啊 下一期 和他正面硬剛 熊你們不要怕 對付這種傢伙啊 有一句名言 那就是 體大弱局 哇 這個屁 有點 上 頭